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9.3 这个陆地表面的一般的状况 那陆地的表面呢 他们有高低起伏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了五种类 就是以它的高度啊 以它的这个起伏啊等等的啦 那我们就这五个 山地,高原,盆地,丘陵,还有平原这五种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这个是高原 像你会看到一个 它好像正在山上 但是蛮平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丘陵 丘陵 这个是平原 还有盆地 这个应该算是高 应该算是山地吧 只是没有写到那个名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定义 山地呢 它在500m以上 就是相当高的啦 相对高度是200 超过200 这个什么呢 相对高度 两点 就是说它的 它在500以上 然后呢 它的相对高度呢 就是说它的起伏啊 会有差不多200米左右 应该就是说蛮起伏的啦 就是上下上下的 然后呢 它的高度在500以上 这个高原来讲呢 它也是500米以上 但是它是平坦的 很宽广的 像我们马来西亚 就很出名的两个 云顶高原嘛 金马轮好像也是算是高原 但是如果你去一趟金马轮 其实它也没有很平而已哦 很多那种 那种山地呢 它们其实也是拿来利用啊 种植这样子 OK 就讲是讲金马轮高原啊 这个云顶高原啊 但是它其实也是蛮起伏 可能它的起伏没有 没有这么大啊 就是算是平坦 算是平坦 假期才去啊 听说很多人去嘞 我这Facebook每次就要讲 哇金马轮啊 大爆满这样子 金马轮我的同学也 我看下我很中学同学啊 很久以前的啊 也是有趣 啊 运车呕吐啊 有些小孩子啊 他的这个半规管比较敏感一点啊 就就会比较容易呕吐 尤其是金马轮啊 他的这个山路啊 摇左右摇右摇左右摇右 如果你的开车太快的话 是真的是有很多人 呃 是是是会呕吐的 塞车 哎呀现在 其实大开放了 过后啊 真的是去哪里都塞车 我我真的很讨厌塞车的人 所以我我现在也是不喜欢出门的 我不过很多人是呃 mco的时候 我们讲关到关到杀掉了啊 所以现在变成了一直往外跑 我是很适应关在家的 我以前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我可以一整天看戏看八小时 我我的假期的时候啦 就不用去不用去上课的时候 就是summer holiday 我记得我几乎是一整天待在房间里面看戏看八小时 我的三十集哦 三十集我们以前是追香港连续剧香港连续剧一句是四十分钟 我差不多一三天就看完三十集耶 这很夸张 我的我的那些同学就讲 哇你你是怎样过的 其他同学都是往往往外跑啊 去旅行啊 啊我我我是等人家约啦 就有人讲一起去我就去 没有人约我我也不好意思去继续跟人讲我要去 我就算了 我说我的人是很随意的很佛佛系的 因为其实也很难讲 有时候 有时候啊 朋友未必要跟你在跟你去哦 所以有些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就觉得啊 我被排挤啊什么 其实我这种东西我看到很淡 所以那个时候有 刚刚刚去的时候啊 他们约了一起啊 然后也也是把我边缘化的 我也是边缘人的 然后我很看得开的啊 这种其实你看啊 我不晓得你们同学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学生的心理数字 你自己要要要强哦 而且我看得开是觉得 有时候我也不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嘛 对不对 这种性格不合的东西 也不是说什么情形啊 就是他就是不喜欢 他跟你聊天起来聊到有点尴尬啊 就是话题不安这样子 所以变成了我很看得开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 觉得我跟你合不道来 这样就算了好没有什么关系 呃哦凤潮空调 哇这找到了啊 等下我 好谢谢我等下也也放在那个 啊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啊 不错的一个发明来的 OK好那我们聊太远了哈 这个高原的部分啊平坦的啦 那丘陵的话呢 他是在200到500之间 然后呢 呃地面也比较起伏一些啊 比较起伏 但是相对的高度呢 在100以下就是说起伏没有这么大 这个高三地来讲起伏去去到200 平原来讲呢就一般是在200海拔200以下 然后呢也比较平坦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的是高原跟平原就是平坦的了 一个是高的平坦一个是低的平坦 再来三地是高的起伏然后呢 丘陵是矮的起伏 然后呢盆地来讲呢 他是四周是比较高 他中间比较低 OK四周比较高 中间比较低 所以我们只是介绍这五种类型 这五种的啊 地 地形啊 所以这个会考的啊 这这这这五种会考 再来的就是地壳的变动和地形的变化啊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形其实是有一些外力也会造成他有改变啊 地形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山峰很山峰 这个这个三角洲我稍微讲一下我懂了我就讲了我不懂我就跳过 哎三角洲其实是在河的很多时候在河口那边啊 因为河流啊他会带一些沙嘛 那他就是带带出流的时候呢 有一个部分呢他就一直囤积起来 所以越囤越多越囤越多 那个部分呢就变成三角洲啊 地理也是每次提这个三角洲的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会记得地理每次讲三角洲是最肥沃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那边种种植的话呢 哎就就就啊那个啊 种植的东西呢啊水分很充足啊肯定的啊 所以那边很肥沃 也很容易种了成功啊 所以但是呢他在他毕竟是在河流的中间哦 可能河水泛滥啊什么的他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OK但是如果你是没有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河水泛滥的话 那就很好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我记得三角洲那边的稻米很好吃 OK Good to know All right so啊这个是溶洞 溶洞 溶洞是什么呢 他其实那个岩石很多是 呃炭酸钙啊炭酸钙他遇到酸他就会被溶解 但是过后呢他又呃一些呃一些过过后久了之后呢他又水分蒸发过后呢他又会变回去石头 所以溶洞啊他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哎上面水滴一只滴一只滴哦那一边哦其实就会慢慢的垂下来 对吧他下面的一只滴一只滴的又会往上涨好像一株笋这样子啊 他们叫石笋哦上面石然后呢整个连接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叫石柱 所以溶洞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呃情况哦形成的 所以你会看到哎整个形状哎改变了慢慢改变的哦 久而久之就会改变 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外力啊就是外力去改变他 这是沟谷哦这个 好像是中国有个地方叫酒在沟啊就是很出名这个呃沟谷啊很多 很像瀑布这样子啊哦很多这样子都流流流流流下来的啊酒在沟啊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 那些呃还有很多地形啊其实是被 被蜂啊啊就被蜂化了呃改变了他地形像这种沙丘呃风石 城堡就是蜂把他给腐蚀掉这样子因为蜂带一些沙哦抄到他的之后呢他就越来越宝越来越来越呃被被被被吃掉一直被吃掉这样子一直被磨刹磨刹了应该就是叫磨刹 ok然后其其余的你自己去看一下啦哈说说海石柱啊海石洞啊海浪拍打了之后呢 然后变成了一粒洞在里面啊啊啊这样子 ok 所以这些啊好像都没有怎么考啊那这几个好像都没有看过呃好像都没有看过老师科学老师考考的 然后呃再来的就是地表的那个多样的景观呃像日带雨林啊在日带那边我们会呃 太阳光很宗族吗啊阳光很宗族城堡里面可以住他看起来像城堡而已啦啊像他比较像是一个呃比较像是山而已啦啊他只是山这样子只是说因为他风吹啊 那么风吹了之后看起来像一个城堡这样子一一只一只住这样子里面没有得住人的啦啊这就是一个山这样子哦 啊只是啊风吹有没有洞可以进去我不晓得可能会这么巧哦在某个位置呢有有有有有有吹吹到有一个洞也说不定啦啊我不敢确定不过呢 哎呃他不他应该不是一个城堡而已啊只是看起来像城堡而已 ok所以讲到这一边啊这个是日带雨林啊啊就呃 马来西亚这一边算日带雨林啊不过我们的没有很大啊我们没有很大呃最大的应该是amazon啊就亚马逊在南美洲那边啊那南美洲那边 然后温带的草原像温带草原在哪里啊应该中国那边吧中国那边有温带草原非洲那边像日带草原比较多 哎然后沼泽是沼泽是沼泽其实它的水分很多然后呢它的泥土呢呃保水也比较 以保水性也比较强所以变成了整个 整个其实很潮湿所以沼泽能够长的植物其实也不多像马来西亚有 靠海那边呢我们有沼泽地带那些地带呢我们就有很多红树 哎红树的木啊其实蛮珍贵的啊它的木好像特别硬啊 啊因为它泡在水里面它都可以活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红树的那个呃红树的那个木啊特别硬啊啊有些还想说拿来啊 啊烧成炭火炭啊然后呢听说那个火炭也特别耐烧啊就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 这是动员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没有听过OK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下啦反正这个其实呃就是蛮地理的蛮地理的东西OK 结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9.3应该没有什么呃没有很多太复杂的问题了啊我给你们做一些啊我准备的练习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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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